新木城山 在體驗服 有一定程度削弱的攀影 歡迎收看關注我的頻道 我是尚恩 歡迎回到今天的傳說對決 今天我們來玩的是攀影 這體驗服呢被大幅改動了攀影 幅度確實挺大的唷 而且呢單純看他改動數據 你會覺得他是大幅的削弱 簡直要被砍飛了 我們現在主要看看他削弱的地方 首先是我們被動強化攻擊 目前強化攻擊呢是瞬移的 這體驗服呢被改成了位移 大幅呢跟刀副寶貝還有齊爾是一樣的 從原本的瞬間移動 改成了有一點速度的跳過去 從瞬移改成位移最基本的呢 就是我們的速度更慢 再來呢更容易吃到一些指向技能 像夸克的鉤子藥 莉莉安的暈眩 拉茲的火拳等等 再來是我們的二技能 二技能原本呢就是0.75秒的沉默 還沒算敵方的任性魔防鞋 而在天賦的潘映呢 我們的二技能增加了0.2秒的後搖 也就是說呢看完沉默的短時間內 我們只能夠移動 不能夠施法或者普攻 而作為回報呢 潘映的被動多了新的效果 每次使用技能之後呢會增加30%攻速 最多可以疊加三成 達到90% 這代表呢我們刷牙速度還有吃凱撒 吃魔龍的速度變得更快一點 這是好事喔 最後呢是我們的大招 大招原本施法期間呢有50%傷害減免 現在這個傷害減免呢去到了我們的一技能 在使用一技能之後呢 我們的本體會有50%的傷害減免 關於這點呢 實際的應用效果還不知道 只不過呢以主觀的看法來說 我覺得他是削弱的 以潘映的基本連招呢是我們經常 一技能經常普攻二普攻 在大招拉出來 所以呢大招減傷還是有點幫助 避免我們被秒掉 如果單純看體驗服的數據呢 潘映看起來是被削弱 沒錯吧 但實際上我們來看看體驗服的影片 首先呢我們的一套臉招 一普攻二普攻 看得出差別嗎 從瞬移改成了位移 我們的強化攻擊 是可以感覺出來呢有稍微的慢一點點 可是呢好像還沒有慢到不可原諒的等級 而且呢我們常用兩招 一普攻二普攻 在大招拉出來 貌似呢受影響的幅度 並沒有那麼大 可是呢我們刷野速度 卻很有感的 快了很多 總結呢這次的改版我認為 上線呢確實有變低一點了 畢竟呢以前是順發 可以趁敵方呢在沉默的過程中 就直接秒掉 而現在的話呢 幾乎我們砍最後一道的時候 敵方是可以醒來的 也就算呢敵方可以來得及 開寶珠 開瞬移等等的 讓我們有機會控招 那我覺得這是改動呢 如果是說在 最高端的場次 他的上線呢確實被砍了 而且呢我們連招速度也確實 慢了不少 原本呢在台幅是 進場一套瞬間把敵方帶走 而現在呢多了一個位移的過程 也增加了我們進場的風險 舉個例子呢可能我們進場的時候 再可能砍到一半 只要被敵方夸克勾走 或者呢被敵方薇菈愛心到 那就尷尬了 感覺呢如果我們是順風局或者優勢級的話 沒有太大的差別 可是呢如果是逆風局要逆轉的話 這比較更難一點 畢竟呢在逆風的情況下 而潘映本身又是小脆皮 在我們位移的過程中呢 被敵方的子彈榴彈 被範圍魔法不小心炸到 也有可能會被帶走 可是如果在順風局的情況之下 而我們呢刷野吃物件的速度 也變得比前更快 那代表我們可以更容易肥起來 有更多的裝備更高的傷害 那樣子的話呢 我們的秒人速度 差那零點多秒好像沒有 差很多 而且啊如果我們是優勢方的話 我們進場呢敵方應該逃都來不及了 哪有空來瞄準我們 而會玩的潘映進場呢 也會用靈魂飄到最後面 來抓敵方的後排 不會貓然進場吃敵方的控制招 儘管是現在呢 在台幅我們是瞬移 瞬間的攻擊 我們還是會等敵方呢 像夸克亞拉茲 加過控制招 或者呢 有破綻的時候我們在進場受人 這次改動呢 看到優勢方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呢 所有很OP的 無法反打的 無法反制的技能 都要被削弱 像是刀鋒瓦貝的大招 還有像是齊爾的大招無敵 還有就是潘映的瞬發 都被砍了 很多的瞬移技能呢 都變成了位移了 還有哪位英雄有瞬移的 說不定以後也要改成位移了 再來呢潘映的這個改動 變得更次進場時機 如果要發揮像以前一樣 秒天秒地秒空氣呢 把敵方全部秒光光 那樣子的話呢 我們進場必須進得好 如果在錯誤的進場時機呢 比如敵方有個跨客還是誰 有個沙尼在旁邊等的時候 很大機會呢 在我們連招連到一半 就被敵方推走了 官方消毒氣的這一道呢 感覺上 是為了平衡傳說整體的技能機制 減少一點呢 這些無法反制的英雄 大家想想呢還有哪些英雄是飛起來 幾乎無法反制的 像是艾莉啊 星奎啊 還有弗洛倫 感覺呢自己也是官方未來 動到的方向 舉個例子呢索文 索文飛起來也很可怕 只不過呢索文本身很脆皮 很怕控制招 所以呢是可以很容易的克制的 拉茲也是 喔 拉茲的部分呢 拉茲有可能也是未來動到的地方 畢竟呢他也是無法反制的存在喔 被拉茲蹲到場呢一個二技能 然後這個大招普攻一技能 也是直接秒殺無法動彈 以最近幾個版本的平衡方向來看呢 未來這些無法反制的英雄 都很高機會會被削弱 或者來說呢被調整 潘茲本身呢 其實還真的沒有特別強勢 會被選出來呢 通常是用來克制一些英雄 克制一些很脆皮 靠技能吃飯的 像是星奎喔 目的呢是為了沉默一套 在他魔衛移之前呢 就把他帶走 而像我們剛剛呢那個進場呢 基本上是順發的喔 一普攻二普攻的瞬間 就沒有敵方兩隻後排 改版之後呢我們的順發會變成 加了一段位移下去 這個位移呢讓我們有吃到 敵方薇菈技能的風險 或者呢可能都被提倫特 多射一兩下 大概就是這個幅度的差別了 再來看看這個盾場 像現在呢我們可以瞬間打出 一普攻二普攻 敵方愛里呢才能開始大招 改版之後呢 敵方愛里大招可能剛好會跳在 我們的位移過程中 應該呢兩刀是有辦法砍完的 只不過呢砍完兩刀 然後被暈著 現在呢是砍完兩刀 我們可以決定我們要幹嘛 老實說呢0.2秒 五分之一秒 實際上的感受呢還真的 沒有多大的差別 只不過呢以前敵方是在沉默著 無法反打 無法反制 喔再舉個例子呢 就是如果敵方有阿萊或者艾瑞 現在我們進場呢可以直接砍完兩刀 至少呢砍完兩刀才被綁 而現在呢 通常我們會在第一刀跟第二刀的之間 就會被綁住了 也回到我們一開始說的呢 現在更是進場時機了 所謂的進場時機呢 我們當然不會在 阿萊跟艾瑞準備綁你的時候進場 先這樣子啊我們抓到一個小空檔呢 過來擺著高地塔拆了 先拉開 這場遊戲也接近尾聲 如果扣除我們自身的參團呢 其實雙方人頭數還真的 差不多 所以呢這場得大家謹慎一點呢 如果我們掉頭的話呢 很有可能會輸掉遊戲 那這個是我們的進場時機 如果你感覺敵方的後排 正準備往前輸出呢 那是我們進場的時候了 這波呢說了敵方三人 最後呢剩下一隻特爾納斯 跟敵方牛魔王 特剛補完血出來喔 那就進場給他一套 原本以為呢 正要拿下五連殺 結果最後兩個頭呢 都去到勇的身上 那以上是我們帶來 在天賦已經被改動了叛鷹 你覺得呢這個要改動 怎麼樣 怎麼樣 是被砍飛了嗎 還是變得更強 還能不能玩 最後呢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可以下部影片見 你先後趕快點 我先會坐 我先て你再次沒法